發生衝突 各方解讀了 有一些專家我就胡說八道 亂講一通 他說中國去 所以去攻擊菲律賓船 意在激怒美國 為臺海戰爭做準備 這簡直天馬行空 亂講一通 都可以做專家 大陸國務總理李強 跟馬來西亞總理安華會面 說南海應該由大陸跟東協來處理 菲律賓也是東協國家之一 亞先 亞先 都是 但他意思說 應該大家集體來討論 而不是跟個別來討論 另外大陸現在建了新的海警船 雷洞52D 這個船很大 威力很強 將來說要到南海那邊去執法 另外菲律賓 日本 美國的29個國家 在六月底舉行環太平洋軍演 比2022年的演習陣容更強更大 另外而且他這次的軍演 用雷航母當艦把 用這個塔拉瓦 塔拉瓦級的兩棲圖機艦 非常大 那說呢 這個更比航母小一點 但是內航母 所以表示中國多擔心 萬一將來跟大陸有航母的衝突 怎麼辦 所以演習的時候呢 就先用類航母這個標靶的船隻來擊沉他 要舉行的環太平洋軍演 二零二四年 這個環太平洋軍演兩年一次嘛 其實我們上一次二零二二年 已經有表達過說希望能夠加入 那這一次在去年的時候 也有表達說希望二零二四年要加入 那看來還是沒有再加入 事實上環太平洋軍演的規模越來越大 從二零二零年的十國 到二零二二年的二十六國 到這次的二十九國 但始終把臺灣排除在外 如果說美國一直在宣示說 未來的臺海方面 他一定會確保臺灣的安全的時候 那最好的方法 不是讓臺灣加入環太平洋軍演嗎 起碼你邀請我們去觀摩嘛 我看那個參加的二十九國裡面 這十年來第一次參加的國家 有哪一些我根本都覺得他會參加 我也覺得很奇怪 第一個斯里蘭卡 第二個義大利 義大利為什麼跟環太平洋有關係 我也不曉得 那在這個第一島鏈最重要的 兩岸關係最重要的臺灣 然後多次要求說 是不是可以加入環太平洋軍演 甚至說可不可以邀請登舰館長 也都沒有被同意 那這個情況之下 美國一直說 如果臺灣有事的話 他們一定會 一定會捍衛臺灣的這個 臺海的和平 你說會讓臺灣人 會讓我們非常的不上不下 就是軍演你也不讓我們參加 然後甚至有一些情報資訊的 這個提供 是不是那麼的情報共享 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一直 我感覺我們一直在狀況外 我常舉的例子就是 當時在烏克蘭戰爭前兩個月 爆發前兩個月 當立法院在質詢王美花的時候說 有沒有可能烏克蘭會發生這個戰爭 王美花先生是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 但是王美花在立法院的正式答覆是 根據我們的情資是不會 所以跟情報的分享 又或者是像這樣的演習 我們始終臺灣都不能參與進去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美國的嘴口頭的保證 對我們來說是十分的不可靠 好不好 到底這衝突發生哪裡 衝突發生在這裡 菲律賓 臺灣 中國大陸 越南 馬來西亞 布魯奈 南沙群島在這裡 所以這是菲律賓黃岩島 仁愛暗殺在這裡 所以在這一帶發生衝突